我今天说一下投资结构吧 我们国家 明文规定 境外资金不得投资影视内容 但是可以合拍 由境外公司出他们承担的那部分资金 然后也可以斜拍 咱不出钱 就证这个器材设备租赁和人员劳务 甚至可以惩治啊 全是老外投资 按他的要求拍 但合拍 斜拍 惩治都需要报批 拿到合拍许可证 如果你不是合拍 也不是斜拍 没有许可证 还用了境外资金 那你至少是违规的 是不是违法我不知道 反正是不允许的 我们90年代很多是地下电影 为什么是地下 不光是内容问题 是资金的问题 出品公司是境外的 不是中国电影 这种电影严格讲是外片 一个电影人 参加境外电影节活动是正常的 但如果他长期用境外资金 与境外出品公司合作 他的电影自然就经常不能在中国大陆放映 在很多情况下 他都是一个很好的人 一个充满悲悯的人 一个艺术家 但是他在涉及民族尊严 民族立场的问题上 会是一个什么态度 我不是说他必然会怎么样 而是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搞不清楚 自己应该替谁说话 我们一些电影人会天真的说 我替全人类说话 或者我只表达我自己 这就是我说的 搞艺术不是为了男人 也不是为了女人 为了给他们看 什么男品女品 网站把网络文学分得跟公共厕所一样 分男女的 也不是什么为了九五后的观众 为了这世代的观众 其实艺术作品就是 针对最广阔的受众 全人类 或者最微小的受众 作者自己 但是你拿了人家的投资 你就不可能只表达你自己